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賽馬結果 每年的國際賽日可能不太好賭 因為比較正路 但你起碼看到騎士也好 連馬斯也好 馬也好 起碼是交到他們英友的表現 因為無論騎士也好 連馬斯也好 他們都想在國際舞台前威 這麼多外媒在這裡 這麼多頂尖的高手在這裡 當然想出盡力而跑得好 所以你說賽果比較正路 但你起碼看到就算潘頓也好 好 起碼最有心機 跑馬 不會有一些 突然的古人精怪的 奇奇一移收費用 沒有啦 可是最精彩的都是香港輝 一理錦標不是很精彩 但有心理就不像輝的場合 即是一理這場合 金槍龍十 哇 八歲 直到一騎一次都彈得探 300m還是S原作 看到人們是輕忌合的 回到看見這隻馬 又贏了8歲 但不像8歲 有些感動 2020年的打比 那時候大外一氣 是接近4年前的事 這4年來他仍然在頂峰 沒有人抓到他下來 這些是香港人的驕傲 這隻的傳奇馬王 所以不要再單單打打 人家每次讓你看低 又說他什麼事集不好 出腳亂 或者今場形勢差 他每次都收尾皮 包括收過我皮 因為我試過 那次以為加州星球挑選機 那次之後 還有今年 樂曼勇斯 打算贏他 又收我皮 這次我不敢提提他 我賽前說那些事集不好看 那些快條不好看 他試過 前櫃那些集不好看 出來跑又行 我真的不敢看低 幸好沒有再看低 不然又在7歲 這隻真的是怪獸 威哥賽後也有說 威哥今天贏了馬 都遇惜重複 他說他平常心 但我看得出來 他很舒服 他很舒服 是有壓力的 無論多或少 然後 何宅堯 特別興奮的反對 因為這場是難度 因為他近年難度最高的一場 他還要是在最劣勢的情況下 年紀大 這麼久沒有跑 很多未知之數 他都照樣輕鬆贏你 真的特別開心 馬主要特別興奮 我們也是 我覺得這場馬是 算他上季 鬥贏加州 鬥贏浪漫 然後打比 再加上這場 應該是 他的福利生涯裡面 三場 我覺得最觸動人心 最振奮人心 這一場 年頭董事輩鬥贏的兩隻 以及在打比的場 主要裏見威賽後都說 主要等隻馬 告訴他 什麼時候不想跑 他就會停止了 但今季會再跑兩場 就是董事輩 以及公軍一里 他們的心態很簡單 只要隻馬健康 就讓他跑 隻馬還跑得 我需要退 他們有這樣的心態 當然我希望隻馬下次沒有新鮮感 低下 也繼續跑得好 因為我賽前 有些人質疑他的部署 但我覺得 其實他的部署是合理的 我賽前也說 因為一隻有鬥贏的馬王 你真是 投夠新鮮感 讓他跑 他一台是零射想跑 這件事我賽前也說到 所以幸好這次沒有看下他 否則又再被他蓋多一巴 我已經被金槍蓋了兩巴 好 接著 我想說香港盃 因為我覺得香港盃的場合 你看到 哇 莫雅鬥密盜朗 尤其是莫雅 雖然最後輸了 但莫雅真是很厲害 那種勁法是 這個盧森寶的第二 對浪馬王氏這麼有威脅 是真的莫雅是居公自衛 然後你看看 另外一邊 跑第五個 叫做仙劍 你看看是川田少華 不是川田少華 不是川田張亞 哇 我只是歸於川田沒有封 我會這樣對他的 Anyway 好 看看杯子的場 首先 這場馬 其實 彎位 阿多我先不要說彎位 我先收拾一下 其實浪漫勇士 去完澳洲回來 說就說他們幕後 坐前那一隻馬沒有 而且狀態是好過那時候 但其實 我覺得是真的有影響 因為全程隻馬 可能是太久沒有在香港跑 他今季兩場都是澳洲 他上季是打杯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在香港跑 其實是 超過半年 全程呢 其實步出的場不是慢的 是夠的 馬群都拉得鬆的 如果是跑 習慣跑熟 今季在香港已經出過賽 浪漫勇士 沒有遠征 他不會全程押大個口 他以前早段都會有點急 但後來一拉鬆 他會解決到 但今天全程 其實他都有押大個口 我覺得他真的 可能是 不太準備好 或者是 泰道姆在香港跑 都很急 轉彎這裡 莫瓦想封你 麥道朗也不是傻的 當然不讓你封 但莫瓦這裡跑得很對 老心寶很快速 這場沒有放 那你彎位前面開始加快 如果你這裡不迫 那隻老心寶 你很難會鬥爆鬥贏 這個時候 我為什麼說 朗曼勇士 其實有些影響呢 正常這裡 都彈掉了老心寶 其實彈掉了幾馬位 這裡玩一下邊花 去年 女王杯 香港杯 彈掉了 後來這裡一挨一挨 那隻貓好像不太多 麥道朗立刻連環抽 右手邊 這樣才能頂到的 好 只顧著說 浪漫勇士 這個時候再看一次 盧心寶 莫瓦 你看看他 二字鉗羊馬 右手打邊 對腳是在踢的 你看看 莫瓦這場 盧心寶 本來退了下去 最後這軍速馬 是真的靠他打上來 可以這麼有威脅 這場馬 挺好看的 這場馬 雖然阿莫亞 今天就算輸了 但是這場馬 真的跑得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很可惜 浪漫勇士的能力 真的比他高 哈哈 馬主也以為 是否贏了 他也不太肯定 我想他可能是因為 閣士團那次 唉 又是這麼近 這次又是這麼近 先看一點 但是其實這次會明顯 閣士團那次有多少 因為頭都突出 很好看這場馬 三大高手 叫做聯馬 莫瓦 不過你看看 仙健 什麼叫做大賽騎士的重要性 真的 看看環境 就知道 關位又連環被人封了 仙健 進到直路 沒有位 先跟盧心寶 等後面 旁邊那隻 枝竹常樂散 唉 然後又打仗 你看看 村田笑話 這裡打仗 哈哈 我想這隻馬 如果你找大師傅 跑這場有屁 不是 磅磅毛 再給我第三 最後才看到衝突 沒有啊 我告訴你 今天我買完了 村田那隻瘦毅之後 這隻我都免得碰下去 唉 我看他怎麼跑 結果沒有令我失望 少華哥 唉 大賽騎士的重要性 明白嗎 我真的明白了 好了 至於 這裡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話說就是這樣的 浪漫勇士 這個是賽前的消息 小道消息 是這樣的 沈澤成其實是想挑戰一下三館 浪漫勇士 今年 他是想挑戰三館 然後才考慮去日本 但是馬豬流山呢 他就有另外一個想法 他覺得隻馬應該要去杜拜 有一點點出入 兩者的意見 我不知道這場完結之後他們會不會變 或者他們怎麼再談 OK 但是這個就是 明哥就想挑戰三個馬王 即是想再試一次2400 我明白的 因為其實只要今年打不出一隻很厲害的長途馬 金尼家帳王又說什麼骨落退化 其實長途還是跟根底混跑 中施浪漫勇士2400 不是很快 但是 也有他的勝算 更何況 2000個場 香港金杯 聽聽李劍威厚鋒 金槍不會跑的 變相他只要搞定 再在千樂 即是 第一關是最重要的 要再一次金槍 如果你差三貫的話 賽期也比較密 我想現在馬都比較少會冒險 就是說 杜拜之後再回來跑 女王本 因為我想隔不足一個月 這個就是現在賽前 我知道的就是 大家的想法有少少不同 看看我們怎麼去磨合 至於成哥 我記得他提及到 如果去日本 他也是想試試六月尾這場補充 因為他本身是想三貫然後試試補充 我也想見這隻三貫馬王 說真的 又說金槍 去年 即是 金槍說真的 有多少隻馬可以叫三貫馬王 叫兩次 唉 但去年也沒關係 沒辦法 我覺得有少少少少少可惜 我也不需要再看 其實今天我告訴你 我想留名 看看 唉 賽前又一直攻擊金槍 那些什麼沙田馬王 那些朋友 我儘管看看你們 今場賽後有什麼 說 是不是又要說他不會遠征 是不是 沒有攻擊他 又有什麼好說呢 是吧 有時候 有時候 香港是一隻這麼厲害的馬王 本來是傳奇 而且這裡又懶嘲葉奉 又挑剔 他們不是應該高興 不是驕傲 不是光榮 我真的不明白那些人的想法 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今年國際賽 金槍60 你不想想 他是在日本派了兩隻最厲害的一里馬 都是食層的 那你還有什麼好攻擊 我也不知道你攻擊什麼 歐洲又沒有什麼一里馬王 一里馬來講 香港 日本 這兩個地方是最厲害的 你以為日本 我聽日本傳媒說 你以為他們不想搞金槍 不知多想贏他 打算今年八歲 最好機會就搞他 拍了兩隻四歲 都搞不定 匯兩村和那隻 秀和小島 時間足跡就退役了 所以不要再說 什麼金槍正 贏本地馬 什麼沙田馬王 我覺得是很膚淺的 這些人說的 好了 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其實 拍這條影片 我真的看得很過癮 很開心 下年之後 不用考試的話 我一定入場看 最後希望浪漫老師也好 金鑽也好 或者特別的金槍六神 健健康康真的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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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再和這邊 增加